完全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请放录像 下一节 春春初中表演片队首次公开 春春为什么会这样紧张 太紧张了 又为什么这样得意 不但瞒着你这么多事情 而且更可怕的是 春春曾经与你的距离 近到你不可思议 春春给了玉米 怎样的意外激起呢 不要走开 广哥回来 马上揭晓 你们想不想看当年春春的表演录像啊 哇 这这这我们给他一个消化的时间 因为这个是我们瞒着春春的 他自己不知道 下午那个彩排的时候 我一直拿着我台本就不敢给他看 因为上面有写着当年的回放 难怪 所以我们可以看吗 完全没事吧 没问题啊 请放录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从此改变 从此改变 让我的真心想念 穿穿 你那时候就会唱R&B了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得扳回荣誉 刚才从此改变那一句绝对有点小跑音 就绝对有点今天得唱一句 来证明一下我们不是那一句会跑音的 好不好 从此改变 从此改变 这个唱完全很轻松 我们五个人也摆个火炬 他在旁边唱一句 然后我们就这样走一下 摆哪个火炬的 他们不是所有 舞者吗 就是手举在一起 就像摆了一个火炬 在旁边转 来来来来就是这样的 那他是哪一句 你就唱一句就好了 我们就这样 让我们的心想 让我们的声音唱 预备 把我们的爱奉献 把我们的爱奉献 在奥林匹克起之下 像风一笑到又 火炬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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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心想念 把我们的爱奉献 把我们的爱奉献 然后当要唱的时候 把我们的爱奉献 把我们的爱奉献 哇看到这个成长力 真是让人感慨了 是 那今天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这个 春春的歌迷 我们的玉米朋友 来到现场 不如来互动一下 好不好 我会说 我会问你们喜欢春春什么 你们给我一个答案 看看你们说的 是不是一样 你们最喜欢李雨春 什么呢 都喜欢 我最喜欢 当年吗 不是比赛的时候 就访问一位 就年纪年长的玉米吗 我最喜欢那个玉米的答案 什么奶奶了 就突然 夏奶奶 夏奶奶 何老师最会模仿夏奶奶了 夏奶奶啊 您最喜欢我们春春什么呢 那我跟春春站在一起 我还得问一边 对啊对啊 夏奶奶啊 你最喜欢我们春春什么呢 你喜欢你喜欢春春什么呢 青春 帅气 还有什么啊 阳光帅气还有什么 啊 帅真 阳光帅气帅真 然后又说了一个帅气 青春 阳光帅气青春对吧 棒极了 到底是什么 好 请问夏奶奶们 你们喜欢女语是什么呀 棒极了 来来来来 举个代表 选个代表是说的什么 奶奶说的什么 阳光 帅气 然后呢 青春 然后呢 大气 大气啊 好 哎我不是还要表演夏奶奶吗 因为换了一个记者 我问了这么清楚 好 那个 今天还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老师在现场 嗯 那个 在哪边 哪里啊 你好 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啊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请问贵姓 我姓陶 姓陶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教舞蹈的 教舞蹈的 所以是陶老师 你刚才一直举着一个春子 所以你是 你是玉米吗 对我是玉米 那你喜欢丽宇春什么呢 我喜欢春春的真诚 善良 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还有我真喜欢她的音乐 歌声和舞蹈 真的说全货了她 因为陶老师讲话真的好 就是很甜美 很有气质的感觉 那今天这个近距离的第一次见到春春 感觉怎么样 觉得她 我觉得她 太棒了 太棒了 让我们上台去更近距离一点 好不好 来 老师跟我走 来 掌声欢迎这位老师上台 来 欢迎老师 玉米的代表 我们的陶老师 老师其实那个 刚才点到她她很惊讶 因为没有人通知她今天要上台 所以也没化妆 然后一副这个素面朝天的样子 但是之前我们节目曾经拜托陶老师 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请她拍了一个就是短片 然后我们跟她说那个短片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细节 是要考春春的这个判断力的 当时你为什么会答应我们要拍这个短片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那么得意 因为她拍了短片她很开心 因为我想通过这个方式 我首先要谢谢春春 因为我代表玉米 谢谢春春 是春春给了我们最动听的声音 给了我们最美妙的舞汁 是春春用一颗真诚 赞良感恩的心打动了我们 让我们觉得世间这么美好 也是春春让我成为一位幸福快乐的玉米 还有春春让我们拥有这么多 开朗热情的玉米朋友 谢谢你春春 谢谢你 我明白不然的话 您不可能这么流利 那其实在这里要跟老师说一声抱歉 因为其实之前拜托你拍的那个短片呢 里面有点小东西 我们其实没有跟你讲 有点这个小埋伏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短片好不好 是 老老师为春春拍的短片一起来看 好 且按照和我们事先约定好的时间 来到餐厅 参与拍摄考验春春观察能力的短片 今天特别设计啊 啊 这种理由你也相信啊 这 这也太好骗了吧 而与此同时 李雨春正在餐厅VIP室准备着 有点紧张吗 太紧张了 我怕我把盘子打翻 你真棒 心虚 好心虚啊 奇怪啊 不奇怪啊 还好 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咯 嗯 三五这个是不是没有人啊 可能没什么人吧 也没这么早的那个啥 为了不引起陶姐的怀疑 让她放松警惕 我们安排餐厅的服务生 平凡的为陶姐服务 而陶姐也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开心的两只春春 她根本没有发现 自己喜欢的春春 即将为自己送上一份美味的水果 给...